各位,我们在沙丸站A出口 今晚吃海鲜 以前在广州,海鲜大排档非常多 风味很棒,很随意 但因为卫生条件限制,大排档慢慢就会变少 但在广州还有一间装修很复古 而且新潮的品牌 味道会否跟以前的海鲜街边大排档一样 事不宜迟,马上去看看 B出口近一点 我们要喝下咖啡茶 我们要喝下咖啡茶 各位,这份是有心思的餐牌 可以带我们领略东南亚的风味 湖奶凌蒜椒 第一次吃 焦油凌泥盐 这款比海盐更高级 我可以吃到虾 我吃不下咖啡 辣椒 炸姜花 拌生菜 姜漬鸡蛋 放下咖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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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争及当中咖啡茶 我已经做到 但我看到的 香蕉大香蕉大豆 也很大 早就要飞到心 这杯很美味 我里面在很多航空公司 都没有喝过 这杯 像几败航空的药药 适量太坏 但是手套 首先,沙姜花螺 沙姜汁的芡身比较浓 螺清洗得很好,没有沙 如果大家去吃海鲜店,沙姜不会有那么多汁 很干身的,螺会用九曲十三弯 如果是汁酱,倒入味道,才可以真正的入味 不过一把十八,只有这么多,会不会贵一点 拌起生肠 很晶型剔透 生肠是比较乱的 用特别的方法处理过 老闆都说了,我不告诉你如何处理 但如果行家知道为何可以做到那么爽 这个是开胃田菜的话,没有问题 我的牙本身不好 这种爽脏 还附带一层在淋的确实上的爽脏 奶油蝦 这样吃,依然保留虾肉的鲜味 味道也可以 天然可以到处理 beetroot 语味道可以按照它的厚度 projects 肉枯,� sauc 也有很多汁 steak 费剁 海鲜 tiene 虽然 用什么 质量不大,但价格挺帅 如果不过来吃海鲜,只吃特色炒菜,其实挺适合的 三个菜,加上80元是有罩的 老板说,你过来不吃海鲜吃什么,你真是这样的 不行 幸好没有听到 这杯这么有趣,没有人送过给我 你叫老板送过给你 老板送过给你 三个人吃了四个菜,包括两个海鲜,两个菜 原价是320元,老板给我们打了250元 谢谢你 店家所营造的那种大排档的感觉是在的 因为它搭了所有的盆景和设施都会相似的 但是现代人可能素质提升了 他们不敢太大声说话去影响其他人 又或者不敢把自己说的小秘密给别人听到 所以说以前在大排档看到那些 他们希望在这里找回当年的那种情怀 证明老板的心思 他们是夹得到的 我是嘉昇 希望大家下次有机会 继续过来吃海鲜 我不需要走 现实的广州 留下的永久 再见了俯瞰 城中村的前途 至于 吃 谢谢大家